巧克力本身也可以帮助减肥 改善血管内鼻的功能 所以它基本上并不是大家想象中 跟其他甜食是一样的东西 它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意料之外的东西叫巧克力 大家印象中巧克力是甜的 可能会蛀牙 巧克力吃了可能会变胖 可能血糖会变高 再根据人体试验的结果 这些以上的印象都是错误的 巧克力可以阻断这个牙菌般的形成 巧克力本身可以降低胰岛素抗性 它可以降低血糖 巧克力本身也可以帮助减肥 改善血管内鼻的功能 所以它基本上并不是大家想象中 跟其他甜食是一样的东西 它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那更有趣的是 它对于三高都有帮助性的效果 譬如说它可以帮助降血压 研究从降3毫米孔处降到10毫米孔处不等 降血脂 它可以降低一种胆固醇 降低坏的胆固醇 它因为可以抑制胰岛素的抗性 所以被发现它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那因为它控制了三高之后 紧接着进一步研究就发现 它可以保护心脏 剑脚大学那个10万个人的追踪研究 中继分析 它发现它可以让心脏病发作的机会 大幅度的降低 中风机会降低40% 同时它不但是被动的保护 脑袋不要中风坏掉 它也可以主动的帮助你脑袋的运算能力 老人家常常吃巧克力 被报告说它的运算能力跟记忆力比较好 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对抗阿塞摩承 因为它对年轻人的运算能力 记忆力也有帮助 所以在很多名校的葡萄社里面 还有卖一堆的巧克力 所以巧克力本身可以帮助大脑 是从多方面的防止血管阻塞 同时增加你的运算能力等等的问题 到最后呢 因为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口腔粘膜 避免口腔粘膜产生的一些基因毒性的问题 包括细胞变两个变多个等等的问题 而且到六个月的时候 几乎把口腔粘膜所有异常都抹平掉了 所以如果家里有常常不得不 或者是戒不掉檳榔跟烟的人 可以考虑用常常吃巧克力来防复它 避免说真正的产生口腔癌 那口腔癌是一个很难缠的一个疾病 孙毁熔岩等等的问题 而且台湾又是世界第一 所以能预防的方法真的戒不掉烟 只好采取其他方法来处理它 巧克力的引起青春豆被认为是 介入型研究发现它是5G之坦 所以大家也给青春期的小朋友吃巧克力 只要不是那种都不是坦克巧克力 真正是黑巧克力的话 它也不会造成所谓的青春豆豆这个问题 那最后呢 大概我一天吃12克的黑巧克力 70%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 听得没甚至吃90% 80%的 不过我会觉得这样子啊 因为我们取一个平衡点 那研究大部分都只做到70% 就认为是很好的黑巧克力了 那再高的话 恐怕很多人也不是很能接受 因为它苦的越高了 大家能得到健康好处 可是我也不要诚意过高 让大家吃不下去 搞得跟吃药一样 巧克力好处就在这里啊 它明明对健康有益 可是基本上它是快乐的 它不像吃药 吃得大家愁眉苦脸的 那巧克力最主要的问题是 咖啡因 所以你量不能一天吃一两百克 那个就跟我这伎量也就差十倍哦 大概对大家是不好 那巧克力买的时候 只要注意它没有农药 没有各格跟铜 金属的过量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 安全的健康食品 安全的健康食品